警消赶到 厂房已经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赶紧部署泡沫水线 这时 农烟夹带烈焰 在强风吹袭下 猛烈火势往大门前窜烧 吹向正低头拉线的救灾人员 情况危急 警消拉出安全距离后 还是赶紧转身再投入救灾 28号接近中午 彰化县消防局借过通报 张宾工业区一间金属加工厂发生火灾 火势相当猛烈 消防局派出鹿港 福星 鹿鸣等分队 37名消防员 17辆消防车赶到现场 虽然消防员抵达后 火势看来猛烈 但场内除了部分木材 大多是金属加工物 再加上泡沫水线建工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 消防队就控制火势 到达现场发现是 一株洞一朵条高的铁皮 发生火警 然后我们布泡沫水线 布给控制灭火 然后实施周间防护 不过周日上午工厂 没有员工上班 31岁理性负责人到场巡视 疑似发现仓库起火 想赶快灭火 但遭热气灼伤 浓烟呛伤 赶紧打电话报案 事后也被救护车送医治疗 至于工厂起火原因 要等后续火调鉴定已轻 TVBS新闻 陈志忠 许丽帆红彩龙彰化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